Rain在台灣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這天終於正式開落了 在開Show之前 我就帶大家看一下賣Rain紀念品的地方 在我後面這些攤檔 已經人頭湧湧 就知道粉絲都應該可以滿載而歸 無論是T-Shirt 碰漿或月曆都好 只要有Rain的樣子 粉絲都會買回家慢慢欣賞 嘩!好厲害 我霸到頭位 看看我後面這麼多的人 知不知道他們在等什麼呢 都是同樣 都是等看Rain的演唱會 演唱會還沒開始 他們就已經一早來到排隊了 Rain第二次在台灣開演唱會 由於設有叫做搖滾區的站位 所以很多粉絲都要提早來排隊 有些還是一個星期之前已經來的了 我大概兩天前就排了 好 可以示範一下嗎 示範什麼 那個動作 Rain的 基本都是這樣吧 好厲害 掌聲鼓勵 好 謝謝 I'm Rin's friend I'm Rin's fun I love him I like him Rain在台灣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終於到開始了 最開心的相信都是他一班粉絲 不過早前就有傳聞說 他演唱會的售票情況未如理想 第二天就現場所見 有好多位都還未坐滿 不知是否跟他選擇 來台北市中心太遠有關係呢 原本可以坐兩萬人的桃園巨蛋體育館 距離台北市中心車程都要45分鐘 就好像之前Rain在香港開巡迴演唱會 都要去機場的博覽館 雖然這一天都不是全場爆滿 但是都有不少藝人去捧場 好像有跟Rain一樣 都是走勁歌熱舞路線的羅智場 這次也來看 因為我覺得要來支持一下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的秀人很好看 想來看一下 比原定時間7點半遲了20分鐘才開場 歌迷的反應一樣都是這麼熱烈 Rain帶著墨鏡在艦艇爆出來 加上噴火的效果 夠了氣際 墨雜式的煙花效果 很豐富的視覺享受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不幸發生了小意外 除了見到舞台頂部的燈被燒著之外 在台邊的兩名韓國 和一名台灣的工作人員 亦都被煙花燒傷 據知程度只是一級 應該沒有大礙 而Rain亦都沒有損傷 繼續努力地獻唱 好 好 我欠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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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會滿足到一眾粉絲們呢 來到台灣 無論如何都要用普通話 跟大家打聲招呼 這樣都未夠 Rain還要用英文講句 我愛你 根據欣賞過Rain演唱會的經驗 很多時都只聽到粉絲的尖叫聲 因為Rain會給大家看他的一對電眼 除了一件外套 營造透視的誘惑 當然還會擺下姿勢 唱下動人的情歌 怎樣都好 粉絲都照單全收